怎么看南洋的谜底音乐街的偷窃事件 任何一个事它其实看上偶然 偶然背后一定有鼻然 而且这种偶然背后其实也不是偶然 我不知道各位注意了没有 这种事是经常发生还是偶尔发生 还是只在南洋发生 其他地方没有发生 紧接着徐州有一个婚礼的场地 连夜被搬空 连个螺丝钉都没事 上了热熟 类似这些现象是经常发生 而且不仅发生在南洋 其他地方都有 就是为什么类似这样的事容易上热熟 有一个拉一车橘子 拉一车什么玩意高速公路上坏了 高速公路上翻车了 农民一会儿就把它弄走了 所以我想说一句话在哪儿 就是在互联网这个世界 没人关注你的幸福 太多的人都是想听你悲催的经历 太多的人都喜欢别人倒霉 八卦倒霉的同龄 包括围房 春之书 春书记 那个行为艺术 都是这类心理在作怪 就是我们被烟的人 就是小人物最大的幸福 就是看到了别人比我们还倒霉 这样的人不管有多少 也都是软弱物理 而且哥德说过类似的一句话 对一个道德败坏的人 唯一让他高兴的事 就是别人的倒霉 人在低劣的时候 除了喜欢看别人的不幸 没有其他任何乐趣可言 这就是人性的阴暗面 极度龌龊的一面 但是太多的人不知道 这种所谓的热熟 背后是不是又在掩盖 另外一个大瓜 你们知道明星艺人 是最大的软柿子 随时可以捏 再思考一个问题 紧接着为什么又出现了一个 蛮王全是地域黑 一会儿黑的黑南洋 一会儿黑黑河南 又开始出现了太多的黑河南的段子 地域黑的逻辑是什么 一个人要握手的什么程度 才需要从地理位置中 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优越感 你黑别人不就是感觉你好吗 小的叫地域黑 大的叫什么 你热爱你的地儿 好像你又不热爱别人的地儿 那你不就是也是一个地域黑吗 地域黑背后 就是误恼的无核之众的逻辑 你真正的是推崇个人主义 崇尚个人奋斗 内心强大的人 满眼都是个体 个人生命的敬畏 只有小人物 误恼的人 张嘴毙嘴都是家乡 罗素说过类似这句话 这些逻辑 就是为一些物聊的理由 去杀人 或你被杀 因为这种逻辑 总有一款适合你 你比如你各方面都很好 但是你出身不好 早晚把你弄下 最终你都要搞明白 早晚会烧你身上 比如你黑河南 你随便黑 白家姓80% 起源在河南 那20% 也是起源在河南的周边 因为你知道春秋战国 它就发生在河南周边 孔子所谓的周游世界 就是在河南转了一圈 所以你黑河南 没法黑 因为你的祖先 几乎都是河南人 别自我开心 黑了别人 好像你高大上似的 黑了别人 证明你是有龌龊 然后我们再思考 背后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农民这个群体 农村这个群体 在你脑袋当中 应该是民风淳朴的 应该是勤劳善良的 事实和你想的 为什么不一样 我们古代的农村 延续了千年的文化 为什么现在没了 农村古代是有礼仪廉耻的 因为他相信因果报应 办坏事他不会很狠 古代还有一个文化 他有衣锦还乡 他有照夫相礼 就是谁发了财的时候 一定回家建好房子 一定是架桥修路修学校 你们都懂的 就是他不能办坏事 办的太厉害了 厉害了就是不让入家庙 还是不让进祖坟等等 他有他自己一套习俗 他没那么坏 但是问题 现在为什么这么坏 各位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我念一段话 你就知道了 就是于华这个曾经说过 他说他的祖父 就是他的爷爷了 有两百多亩地 从他的爷爷的上边继承过来的 他这个没有勤劳接俭 热衷于吃喝玩乐 差不多把土地都败光了 谁买了叉叉的地 就成了地主 此后不断的被批斗 他的子孙甚至连头 都不敢抬起走路 你看看活着那个电影 基本上是写了他的家族 只不过是反正写的 他的父亲很幸运 他也很幸运 所以他和他父亲 一直很感谢他的祖父 是个不正经的人 当然我和他就不一样 我爷爷一直是勤俭之家 一点没有吃喝玩乐 而且就找一个老婆 也很正经 所以我就非常不感谢我爷爷 你说这么正经干什么 你想别人的爷爷 你流氓点 吃喝调赌不可以吗 你这样的话 你的子孙后代 不就不那么倒霉吗 你当时为什么不能流氓 这种因果怎么来的 谁不以为此反以为荣 好了 我们结论就一句话 那个南洋的所谓的音乐街 它的目的想打造一个城市名票 但是不管怎么着 它的目的实现 足和南洋市 好坏不重要 有明气有影响就重要了 所以也不要太伤心 就表面谈表面没有意义 我还是让大家学会 思考问题背后的问题 判断所有问题的标准 就一个是非判断 良知判断 有一句话我说过 知识是力量 良知是方向 有了知识没有良知 早晚会断之绝水 会走得更快